改造游戏2 射击游戏 接下来呢我们要改造的是射击游戏 好 各位同学呢这个是初始的这个游戏画面 好 那在这边呢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游戏说明 好 射击游戏呢是太空梭以子弹打击上方的砖块 砖块被打到之后就消失不见 那玩家呢是以滑杆来控制太空梭的左右移动 当玩家按下按钮的时候就会发射子弹 接下来呢我们就教各位同学怎么样来改程式 各位同学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 那原先的程式呢是我们来看一下太空梭的部分呢 是用左右键的方式来控制它的一个移动跟位置 那另外呢在这个子弹的部分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按下空白键的时候 好 我们是用按下空白键 好 来做一个子弹发射的一个触发动作 好 那这里呢这个程式里面呢我们要加入Picobo的控制 最主要就是改这两个地方 首先呢我们在这个太空梭的地方呢 我们用滑杆来控制这个太空梭的位置 好 其实跟刚刚我们在改另外一个打砖块的游戏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向左向右这个程式我们就不需要了 好 在这边呢我们就先产生一个变数 好 这个变数呢我们叫做滑杆 好 那这时候呢我们当我们按下滑杆的时候 好 我们就进行这个重复的执行 好 来侦测 然后呢我们不断的将这一个 更多积木里面这个滑杆的这个数值呢 读进去 好 在这边呢我们一样呢也等待个0.1秒 好 就是每隔0.1秒读取一次这个数值 好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就是要让这一个太空梭呢 随着这个滑杆在这个荧幕上做一个平均的这个移动 好 所以在这里呢跟之前是一样的 好 一样就是当滤起被点一下的时候 然后我们一样做重复执行 好 那在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 那它的这个位置 好 我们到动作的地方 好 那在这边呢我们只需要去 在这边把这个滑杆的值去影响到它的x坐标 好 所以在这边呢我们需要这个滑杆的这个值 另外我们要做一些运算 好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就是它要先乘以24 然后之后呢我们再减掉240 然后把这个拉进来 好 最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呢放到我们的这个x轴的一个位置 好 那这样我们就将这个太空梭的部分呢 把这个滑杆的控制加入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是这个子弹的部分 好 那子弹的部分最主要就是当我们按下这个Picoball板上的按钮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来做控制 好 那在这边的话 那基本上这边我们先留着 因为这个是一个发射动作 那基本上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一样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先进行隐藏 这个我们先稍微放下面一点 好 那在这边呢一样我们需要去制作一个变数 用它来储存我们这个按钮的值 好 那在这里的话一样我们要重复的进行一个读取 好 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就将这个变数设为这个button 好 那在这里的话各位同学我们来做一个这个侦测 好 那侦测是这个样子的 好 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做一个如果 好 那我们那时候有说过 如果按下按钮的话 它的值呢应该是零 好 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就选择等于 好 所以当按下按钮的时候 好 那就是等于零的时候呢 好 那在这里的话我们要做一个发射 那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广播 好 广播叫发射 好 那各位同学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啦 好 因为好 有时候我们按钮的时候我们会持续一段时间 好 都一直按着 但是事实上对我们的玩家来讲事实上是只有一个动作 好 所以在这边的话呢 呃 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们就不用这一个 这一个程式码 好 我们用哪一个程式码呢 哎 我们可以这样做 好 我们可以选这个 叫做广播发射并等待 好 意思是说呢 当我们按下等于零的时候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在这边 好 会去做这个发射的动作 好 那它会等到 全部都完成了 也就是飞弹发射之后 好 然后再来检查 是不是有按按钮 如果有按按钮的时候再进行发射 好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 呃 这个程式的一个撰写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稍微看一下 就是当滤起被点一下的时候 我们进行隐藏 然后呢 重复执行 这时候呢 我们把变数的值设定为这个 呃 Picoball上button的侦测值 那如果发现它等于零的话 我们就广播发射 这时候程式会停在这里 等到它一直执行到最后 好 才回来这里 好 回来之后呢 它再做一个重复执行 然后呢 再去做一个检查的动作 好 那基本上呢 呃 我们这两个地方改完之后 就可以在这个程式里面呢 加入这个Picoball的这个互动元素了 好多大家